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李老师说 我可以让你在这里参加我的一个展览 但是你可以让我 你可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然后当时我为了能让李老师 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当时就不知道灵机一动 我说您可以给我一面墙 一面夯土做的墙 我给你画一面画 我给你画一面墙 然后我没有想到李老师 他就真的给了我那么一面墙 然后他真的说打电话说 你来吧 我把那个墙给你砌好了 但是在那之前 我只有拿马克笔 把我的画画在墙上的经养 然后我从来不知道 真正面对一个夯土墙的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 但是因为我是版画系毕业的 所以我对材料 虽然我从来没有动过毛笔 画过国画 没有动过这些念头 但当我面对这堵墙的时候 我就第一次拿起了毛笔 然后可以看到在这幅画上 我其实没有打稿了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能在夯土墙上打稿 所以当时我就画出了这样的一幅画 这个是画在那个村子的餐厅的门口 我画这幅画大概用了六个小时 这个时候我用的神仙的元素 只是因为我觉得它特别适合那个山村 是一种纯粗自然的选择 所以我当时画了赵王爷 杜康和陆宇是茶神和酒神 在那里保佑着他们 所以这一切 那个时候我还是很胆怯的 虽然我画的时候很快 但是我不大敢去做很多的延伸 但是紧接着 我就在那个村子里就这样留住了 但是我当时对陶瓷这些东西 还是距离比较远的 所以我还是以绘画的形式在那里创作 当时我就说能不能让我在你的村口那面墙上画 把它都画满 当时李老师说 那个是我的脸 如果你在这上画的话 你就在我的脸上画画 然后我就开始画 然后我就开始画了 当时画面这面墙的时候 其实是我已经开始自己创造神仙了 这个过程是没有什么缓慢的过程 就是因为当时漏了这一面的黄色的墙 我觉得我想写点什么 当时我刚刚开始接触陶瓷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编转了一个神仙 叫做树海 是树腹的树 就是海是没有形状的 海是由水组成的 水你是抓不住它的 而当我在景德镇的时候 我没有泥土这个介质 当水渗进泥土里 你抓住这个泥土 你就好像把整个像海一样的水抓在了手里 你可以任意塑造水的造型 所以我画了这个就是叫树海 就是能够控制水的神仙 它可以在这里保佑 你把每一个泥捏成你想要的形状 景德镇的这个三宝村 是一个国际交流的艺术村 当时全世界的所有的艺术家 到现在为止来来往往走走停停 都会在这个村子里住场工作交流 所以我非常有幸在这个地方留下了我的作品 就像向世界交出了一张我的名片一样 所以我的壁画其实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让很多人知道 而我更加幸运的是 我在这个地方开始画壁画 李老师会一面墙一面墙地给我 我觉得如果我在北京 能够有一张很大的纸 或一张很大的布都很难得 我可以有一面接一面的墙开始创作 而且这种墙 它是直接建在山体上 我相当于直接画在大山的脚下 这一面墙我是画在李老师的厨房里 画的是洗神鞋 重调料下山图 下凡图 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跟李老师开玩笑 就是所以洗神是一个真正的神仙 他带的其他的神仙都是什么 大葱啊 大蒜啊 八角啊 咖喱 就是因为这是在餐厅里的一幅壁画 然后我画完这幅壁画 其实它只经过了五年 这可以看一下这幅壁画现在的样子 就是你画在墙上的状态和画在纸上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而我正好把我的壁画画在了山上 那是时间给了它另外一个材质 这个材质不是我们平时在室内的纸和我们的灯光能够给予我们的 就像刚才那张画我瞬间就以为 我自己有时候都相信 其实那张画是两百年前画在那的 然后我只不过偶然在那发现了它 然后把它描绘出来 这是我在安徽的一个古镇里画的壁画 当时非常有趣 我正在画这张壁画的时候 画在当地一个老宅子里 很多当地人就在这参观 他们都应该知道这幅画是新画在上面的 但是我听见村民互相问 说这是在画什么 然后其他人说这是在做壁画修复 其实我才刚刚在那里画 而且我是连夜就用了三天就把这张画画完了 走的时候 我觉得当地的村民 他们已经可以再流传说 这个其实是很早以前 就在这里的一张壁画了 但是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除了壁画是时间给了我的一个错乱感 我认为我的壁画最重要的 其实不是说它的手法 或者我不打稿 或者说我上了色等等 但我觉得我最重要的 只是壁画让大家认识了我 但我真正想给大家讲的是我在壁画背后的故事 因为我画每一个壁画 它都必须只能存在于这个位置 你可以复制它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但是你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像这幅画叫做扶摇图 是我最后给三宝画的一个整体的壁画 它介绍的是整个三宝这个村庄 整个摇指和制造陶瓷的过程 扶摇图就是有扶的摇指 它也有扶摇直上的意思 而上面那个树海就是刚才讲的 制作泥坯的过程的神仙 这个坯石讲的就是调柚的神仙 因为柚的原料 做柚的原料是山上的石头 把这个石头压碎某种粉 再加上一些水 然后就会变成 批在陶瓷外表的那一层 烧完以后那一层用 就好像你把坚硬的石头 批在了身上 变成了你彩色的外衣一样 所以这里面扶摇图我写的是 树海淤泥批石为彩 巨瓦集彩 有巨瓦的神仙和柱和剪柴的神仙 然后主物调云 这个花燕就是掌管花的神仙 调云就是掌管烟和整个氛围的神仙 我把整个做陶瓷所有过程 每一个步骤都画成了一个小神仙 在这上面细耍 然后后面古造鸡香 这个鸡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神仙 它讲的是一种非常快乐 非常热烈的状态 其实它讲的是 就是给我们做饭的神仙 也是造神 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用造神这个名字了 我用的是鸡香 鸡香就好像你像打鼓一样 用力地一下一下把香气击打出来 同时它也是吉祥的意思 我认为这种状态的神仙 对我来说我更喜欢 它是一个新鲜的 属于我自己的神仙 所以当我带着这种壁画定制的心态 开始到全世界各地画壁画的时候 一切就变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 李老师带着我去意大利交流的时候 我在意大利米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画的壁画 当时我因为时差的原因 所以感到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前三天我完全没有动 但是当地的外国人就非常生气 然后就用英语跟李老师吵起来了 就是我听不懂英语 但是我知道他们很激动 所以我知道第四天 我无论如何要开始画画 但第四天我其实还在发烧 但这个时候外国人就 来了大概二十多个人 就在那看着我 就盯着我画画 当时我不仅没有草稿 连符稿都没有 但是我必须得开始画 所以我当时就画出了这张画 其实当第一笔上去的时候 我通过眼睛 就可以了解它的头在哪 画完了头 我就知道它的尖在哪 画完了尖 我就能够找手肘 找腰的位置 同时我就可以开始穿插云 海浪和其他的神仙 整个的构图 在这之后 我的画壁画 就是真的是连符盖都不用打 这张画其实是在地中海的 一个海湾里画的 这个是一个山神 一个是海神 这个海神叫照海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 我看见大海上有一层亮亮的雾 我以为是海上生死一层雾 我甚至看不到海平线 但后来我看了很久 我才发现 是月光把那层海层照亮 照出了一层光雾 所以我就编了 也许有一个海神 他每天的任务 就是负责把海照亮 所以叫照海 而千山就是这个神仙 他手中间只拿了一根细线 像千军一发 就是千军的山 你只用一线之千 所以这两个神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之后我就有更好 更多的机会 就是全国各地 就会有不同的有人来找我 在这个时候 我虽然是很自由的创作 但是我却可以发现 我不像在屋子里 我不像在室内 然后我有一个稳定的灯光 我也不可能把这张墙面 像纸一样颠来倒去 但是我是在自然中画画 所以我可以在白天 把这张画出来 我也可以在晚上 然后这个光线 它完全是随机的 它今天这挂了一个灯泡 明天也许月亮很亮 后天太阳是暴晒的 在之前后是暴雨 所以我的画 我的壁画 它并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 它是自然就是它的博物馆 尤其我喜欢这种露天的壁画 它给我的礼物 就是我的壁画 是随着这个建筑 随着室外 整个自然的天体 是在自由运转的 所以太阳 说得很美好一些 太阳就是它的灯光 然后月亮就是它的灯光 所以这个 我是觉得非常美好的 壁画它有自己的命运 就是它的命运 我是不能掌控的 它可能今天只出现了一天 明天一边墙拆它就没了 它又可能在山谷里待了很久 但是也许因为雨水 它之后自己渐渐地剥落 它也许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也许它就因为 这个建筑物的流失或者倒塌 它就慢慢就没有了 但是当这个壁画画完那一刻 它就跟我无关了 就是它不像纸质的 我不用保留它 有一些壁画我画完了 我就离开它了 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看到它了 比如当时画在 安徽的那个村庄里面的壁画 我画完三天 我走了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还在那里 但是像这样子的 这张画是画在 上海松江区的一张壁画 也是一个窑口 中国人在建筑上会讲究一些 比如风水啊 或者是气场啊一些 但是我其实是不大懂这一切的 我只能用我的直觉 和我一点点的小聪明 或者是小智慧 然后去尽量地弥补一些 我能够去参与建筑了的 这种壁画的创作 所以这个地方它叫九曲 就是九曲烧 这是这个窑口的名字 但我自己觉得九曲这个名字 实在是非常的感觉很困难 它也许这个主人会因此 遇到很多的勾客 勾贺 然后我就给这个神仙 旁边起了一个小神仙 叫做暗渡 所以叫九曲暗渡 我希望它能够在不知不觉中 帮助主人渡过重重的 底下看不见的难关 也许就是我做的一个小局 帮这个主人 还有当时我帮它画了这只老虎 于是在老虎旁边 我又画了一个小神仙在这里 叫做天翼 其实如果你看了很久 会能够就是 你可能一下子看到 会发现如虎天翼在里面 其实这些东西 我希望我会藏很多小扣子 小故事和一些小谜语 在我的壁画里 如果你有功夫看它一下 你可能会看到它的颜色和构图 但如果你是经常在这里生活的 我希望你能够总在里面 找到一些你原来没有发现的东西 有一些可能是我直接在里面藏给你的 有一些可能是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你会发现的一些故事 我的壁画会给我很多不同的构图 这些构图都不是我选择的 就是那个空间告诉我 你要画上竖的 你要画上横的 像这一个非常细长的壁画 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 但也是兴趣所在 我非常满意这张构图 然后当时刚给我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即使是在纸上 也没有画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这个餐厅呢 叫做雀餐厅在北京 它这个曲自雀桥仙的那个 金风玉露喜相逢 却胜过人间无数 所以我这个主神就起名叫无数 是取人间无数的美食 无数的美景和无数美好的现状 这张画是我在荷兰画的一个 最近画的一个最大的壁画 这个壁画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跟我合作的 帮我上色的我的小助手们 他们并不是一些了解我的人 也不是稳定的沟通的对象 他们都是一些14岁的荷兰初中生 大概派了25个 每天上午给我派4个 下午给我派4个 就是我其实画壁画的状况 最让我紧张的 就是刚刚一开始打稿的那一段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脑子是高洞集中的 我既没有浮稿 也没有参照物 我只能就是自己去画它 而且我希望 以最快的速度把它画完 这样我就可以彻底放松 所以这个时候我是 不能有任何人打扰的 但当这张画画完以后 我一个人如果上色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累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找大量的 当地的助手也好 我的朋友也好 他们可以帮我上色 帮我上色的话 它是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 也不需要任何技术的 就是它可以 我给你配好你的颜色 我告诉你这个区域 你就可以帮我上色 但当时这种状况下 我其实是没有时间去琢磨颜色搭配的 我原来最早的画的壁画颜色 其实可以看出来 它是都是很多粉绿呀 古蓝呀 褶石呀 土黄 就是这些颜色 都是一些所谓的敦黄色 那个时候还比较谨慎 然后随着助手越来越多 随着我的画越来越大 我有的时候不希望自己 总是禁锢在那些颜色里 而我的助手的增多 我也没有时间去调和更多 那种灰度 那种足够灰度的颜色 所以唇色会越来越多地在我的画上出现 而这个时候 这些小孩 他们给我选择颜色的时间会更少 他们会突然就闯进来 然后说给我一个颜色 如果你三秒钟就没理他 他就玩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得把我刚刚调好的唇色 就递给他们 而且告诉他们 你们在这刷 你们在那刷 然后这种情况下 就是其实每一次我的助手的状态 他们也会左右我上色的结果 就这种互动也让我觉得都是礼物 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画了很多壁画 他们的名字大多都各不相同 因为都是我为了当地的主人 当地的作用 当地的历史 和当地各种不可代替的原因 给他们起了一些新的名字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有机会 可以到很多地方看到这些作品 拼凑在一起 但这些作品之后 它们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联系 真正的起源 它们壁画和壁画之间 它们有没有一个精神上的交流 所以这个时候我选择了长卷 来做另外一种尝试 刚才画的壁画 就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大 而这个卷轴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它很小 它其实只有这么高 然后大概有八米长 在这样连续不断 不能够间断的这种构图里 它们就会有机地把这些神仙 在这个长卷里往前生长 往前前进 它们就会有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些是我从过去的墙上 把它拿过来放在我的卷轴上 也有一些是我先画在卷轴上 然后再把它拿到我的壁画里去 像这里面我非常喜欢 这个神仙叫拔海 刚才在那个荷兰的壁画里 那个主神就是从这里面 拿出来的拔海 这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力大无穷的神仙 它可以拔海平面 它可以拔海 就这样直接用它的力量拔起来 所以其实荷兰 它是一个在地理上 熟悉地理的人会知道 它是低于海平面的一个国家 像碗一样挖在整个大陆上 所以那个拔海 就是一个守护着荷兰的神仙 它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力士 它把海像城墙一样拔起来 守护着荷兰那个国土 所以这个故事现在已经被 这个当时壁画所在地 刻成了一个 他们荷兰语放在了那个牌子上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觉得 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故事 然后这个是千山 就是我又把以前在意大利画的 那个千山又移到了我的卷轴上 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我的神仙 他们真正的 他们并不是只是孤立无援的 就是戳在那个地方的墙上 有了 消失了 存在了 它就没了 但是有了这个卷轴 他们也许就是在另一个空间里 他们真正的生存 他们真正的互动 但这个时候我发现 我编的神仙的角色 和我编的他们的故事 和他们的形象 都已经足够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缺一个真正的元气 所以这个时候我再继续往回找 我才真正觉得我要做的作品 其实它不是一张一张的壁画 也不是一个一个的卷轴 它是一个真正的核心 核心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做文娜经 这个经字 我知道它是不能乱用的 因为我们中国的经典 这个词来说是很敬畏的 经它讲的就是一个规矩和经纬 你没有办法去任意地去创造它 或者改动它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人太过苛责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放松的人 很无所谓的人 我希望你稍微用一些严肃的状态 来看我的这本书 但如果你是一个很严狗的人的话 我反而希望你能不能以一个开玩笑 一个很轻松的 只是一个小姑娘写给她自己的一个故事 所以它叫文娜经 我的文娜经里面 现在是并没有一个系统的 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凌乱的状态 虽然我已经写了大概一百多个故事了 在这里面扣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很小的故事 比如这个叫夜魁 这个夜魁的拆开字就是夜鬼斗 就是讲的是荒原上有很多小鬼 他们白天就都藏在家里不出来 到晚上他们就全都蹦出来 然后一个叠一个一个 一个叠在一起 相叠而互斗 他们不出声音 全掌不沾 他们就是在那打 然后也不需要胜负 他们就是在那打来打去的一些小鬼 就这些小故事我编出来 只是想让他们在我的那个 这本书里有一个缘起 有一天我会把它放在壁画上 有一天画卷轴上 会出现 另外一个形式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 他们都有一个来源 而且我编的这些故事 他们可能每一个种类都不大一样 像穿金这个故事 它又是来源于已经出现过的 我们都耳熟能想的故事 就是铁杵磨成针 那个老奶奶每天都在磨针 我认为她一辈子一定也磨成了几根针 她磨完针以后 她真的就回去缝衣服吗 一个这么怪去磨针的老奶奶 她就为了缝衣服才磨针吗 我觉得她一定还有另外一个 她的奇怪的目的 所以她白天磨除不休之后 晚上她点灯 闭着眼睛 在那一直在穿这个针 她一辈子都在做无用的事情 但是她给我们世人的隐喻是什么呢 世人只知李白现世 所以知道魔处之寓意其一 谁又知道他穿金所欲其二 其实这个寓意 大家可以自己去瞎想 但我只是给了他 另外一个奇怪的可能性 像这个乌戏 他讲的就是 讲得好听点 他是可以驱使自己头发 然后去控制自己的毛发 去伤害 或者接触其他的东西的一个状态 其实如果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 可能刘长发的女孩子都知道 头发是一种很恐怖 然后在你的身 在你的房间里 无处不寝入的一个状态 她会无息不存 无始不寝 然后她们起而遮而必日 落而无息 然后落而无息 众可更迁莫细可 斗转星移而无声无息 我们可以操踏尸骨 也可以用巫术来去 以巫质物 细以绵长无休无尽 其实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 不同的形态里 它就改变它的模样 改变它的状态 虽然它现在是一个小怪物的形式 就这么待着 但是它一定有它 可以在的那个墙面 或者那个画面 或者属于它的一个小世界里 上午讲的是金木水火土 万物之机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东西 特别强 特别强悍的话 我们就能够很出类拔萃 比方说人中之龙也好 但是也很多人 大多数人其实它并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 但它是五行齐全的人 但是它反而每一个事情都做得非常四平八稳 非常的无缝可入 这种人我觉得它反而是我们更加美好的朋友 就是它并不是要自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它五行齐全 欲亏则补 画清点画原 它就是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做嫁衣 帮助别人完成他们的梦想 我觉得我的生活中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所以我也给它写在了我的故事里 像泽寿呢 它又是一个一种灵物的形容 就是我在形容一种有灵性的泉水 就是说在很深的山里有很重的沼泽 这种沼泽最深的地方 反而是一帮最轻最轻的泉水 这个泉水自己化形成 有了自己的生命以后 它就在山脉里自己这样流动 去寻找齐之一竹 去寻找它最喜欢的那个最美丽的植物 然后它找到了以后 它就会缠绕不去 然后就一直用自己的清泉去滋润它 然后如果是用这种清泉 滋养起来的植物呢 就大概是世所罕见 岂之不易 难觅其形 但如果你得到它 就垂垂之寿 既如伟花欲语 叶曼逢禄 迷中天神 又延阳尘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大家都会说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讲的 就是你的手像被束缚了一样 你就没有办法了 这件事我束手无策 但是我把这个故事 用我的方式又重新解释了一下 就是这个束手是一个怪物 它手若花束 然后可身可天 它的手 就是它什么都可以办 它是能够帮你 完成你心愿的一个神仙 所以当你有一个事情 不能够完成的时候 你说我要去求束手这个神仙来帮助我 但有一天你就要知道 天下之事总有了事 就是千手难解 万手万指难开 当束手都帮不了你的时候 才叫束手无策 就是是这样 对 所以 所以我这里面会玩很多很有趣的这种小故事 小游戏 花城讲的是语言对我们的重要 就是在我们人世间有很多深刻的道理 或者所谓的真理 或者我们人生的经验 它们就像莲花一样闪闪发光于在这个世界中 然后它叫莲花在浮生 莲花城浮生 生于浮世间 它并没有一个根基 然后其实有很多一直存在那里的东西 但是我们怎样的把这些东西流传下去呢 但是浮世有人言 就是我们人类有语言 语言可以传承了这些智慧 有智慧的语言就换成了下一朵莲花 下一朵 下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这个此连自有根寥寥以为成 其实就是我自己在做一些好像很深奥的 但其实都是我瞎编的 然后这个讲的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状况的一个希望 就是浮胃浮言是一个上下联合在一起的小鬼的一个状况 它是分上下两部分的 上面叫做浮胃其上定身志向 它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它做一切事情都是由自己的内心 由自己的野心 由自己的心性出发的 而下面那个人是成人之态 他不惑而言 两毛远律 应天行事 他是真正有智慧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 上面那个小孩就像你的心性一样 是你的野性 是你的野心 一切都是来自于你的赤子之心 而下面那个人是你的智慧 是你的大脑 然后你只有浮胃浮言上下之合 你才无往而不得 就是浮胃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都非常巧合的是 浮胃在后来有一天 我无意中查到百度 发现浮胃是《易经》里 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 浮胃是所有气场里的那个点 而浮胭它也有草舌灰腺 浮胭千里的意思 就是我在编这些故事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和中国古代的一些东西暗和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特别激动 然后我觉得我的这个故事编的 非常的有价值 这个窃鱼是说年年有余 百姓所安嘛 但是如果你到了年底 你什么都没剩下 就会认为你是犯了这个叫窃鱼的小鬼 这个窃鱼小鬼它拿了一条鱼 它把你年中的鱼偷走了 所以年过年有俗 就是家家户户都要缝一个小布鱼 放在灶台上 然后这个小鬼把那个布鱼偷走了 你真正的鱼就会被留下来了 所以这个就叫窃鱼 然后就很像一个真正的民俗 在这个过程中 我已经在文大经大概成立一定的状况之后 有一天我突然想 我可以把我的故事就是变成雕塑 然后它们其实有各种可能性的 所以我这个时候 我就在景德镇这么好的条件 我为什么不去试试 把它们都变成 我可以触摸得到的小神仙呢 它们一个个还是有它的故事 而把它们图像化之后 它们可能会真的在你生活中参与你的生活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们 像刚才那个束手 如果真的是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要去拜这个束手 那我干嘛不做一个束手 放在我家里 束手无策就无策了嘛 但是有策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求求它来帮帮我的 左手我也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就是它可以滋养我嘛 也许我就是那一个很好的职务 这个福慰福岩 其实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契机 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 就能像福慰福岩上下之河那样 无往而不能 所以我就把福慰福岩 就是我要把它放在我的家里 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形象 它现在可能还没有放在文娜经里 它直接就会从我的壁画里出现 就是我觉得我的壁画和我的雕塑 真的是交相辉映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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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好像营造了一种假的历史 就是你看了我的壁画 你会以为这是来自于 五十年前 甚至一百五十年前 甚至三百年前的一张壁画 但是你想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从哪来的 有一天你突然在另一个地方 你看到了一个雕塑 你说啊 这个东西真的存在过 就是 就是所以我觉得 文娜经对我来说的意义 就是另一种交错的感觉 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来自很远很远的故事 就我虽然现在每天我很开心地 去写它 去创造它 但是其实这些故事 他们好像很早以前就真的存在在那里 文娜这两个字 现在我下一拆文 就是文字文化 而那就是很远很远的意思 文娜经 如果有人以后再跟我说 你不能写你自己的经 我说那是一个很远的经 然后这个都是我正在把我做的这些 小怪物们一个一个的雕塑成形 但其实我的状态和我整个人的 人的创作状态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放松 非常不稳定的 我并不会再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 就说我只在这儿待着 我每天就创作 了解我的人会知道 我一年 我虽然家在北京 但是我一年在全世界各地溜达 全国各地溜达 其实我除了画画 有限的画画创作时间 我每天都在吃在喝在玩 而且我创作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我在画壁画 还是在我画在纸上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会画出什么东西来 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个故事是什么 我编故事都是先画出一个形象 再给它起一个名字 然后再开始写那个故事 因为那个故事 是让毛笔写在纸上的 它写得很慢 所以我一边写一边编 这个故事都是没有稿子 直接编在这个纸上的 它真的好像很早以前就存在过 就突然在纸上浮现出来 让我去把它描写出来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每天吃喝玩乐 和画画这种小神仙 是两个并行不 似乎矛盾 就是并行不悖地 在我的生活中 完全生活在一起的 就像今天 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介绍 我的所有的作品 但是晚上我就要出去吃了 然后很开心 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